哈喽你好,我是Cindy 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这一个 春节肥胖综合症 很重要的是 在接下来的假期 年华很多庆祝会 家庭的聚会 公司的聚会 很多餐饮的社交场合 我们要怎么样避免 不知不觉的三公斤在我们的身上累积增加 那我要跟各位讲 只要守住这个药领 这个规则 你不用担心会发胖 反而会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药领 这个重点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的元气箱的话 它是一个月只有十箱 我个人精致策划挑选的 一个特别的元气箱 它是我在节目里面有介绍的 我自己也在使用的 一个月只有十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来我的网站 详细了解 现在只有在给美国的观众 希望未来可以推广到世界各地 接下来的春节呢 什么都开始打折 什么都开始特别的贩卖 看起来什么都很好吃 你去超市 商店 餐厅 便利超商 那些包装的很漂亮 接下来这个红色的大春节 什么都看起来很好吃 包上这个红色的绷带 什么都看起来很好吃 如果你去超市挑那个小盒的春节饼干好了 五秒就吃完了 那五秒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会想吃更多 肚子更饿 食欲大开 暴饮暴食 所以你挑什么样的食物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来跟各位讲的这个规则 你可以应用在任何的场合里面 你不用去计算卡路里 不会肥胖反而会瘦 那重点答案来讲的话就是 选择那个大体积蓬松高水分的食物 什么叫做大体积蓬松高水分的食物 不是那一只牛 不是那一只猪鸡鸭 那个动物 虽然他们体积很大 你要挑那个蓬松高水分 体积很大的食物就是像蔬菜 水果 某一些的水果 体积很大 能量密度很低 你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都不会让你暴饮暴食的那些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自然满足的时候 当你有这个自然的满足感的时候 从天然的食物来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摄取的卡路里 就会比较低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当你肚子饱的时候 你其他的食物都不会想吃 自然而然你的整体摄取的食物量 就会下降 虽然是一般的道理 但是这个实验很有意思 他们征召了97位肥胖的女性 然后把他们分成两组 一组让他们减低他们的脂肪的摄取量 另外一组让他们减低脂肪的摄取量 但是叫他们增加高水分的食物 两组都没有给他们设定一个卡路里的限制 但是在一年后完成这个试验的71位参与者 两组都有减肥成功 第一组减了6.4公斤 将近6.5公斤 第二组那个减低脂肪加上高水分的食物 减了7.9公斤 将近8公斤 他们吃了比一般的食物还要多 比另外一组的食物还要多 但是减肥的数字更多 而且那一组也报告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饥饿感 几乎没有像在一个减肥的行程里面 并没有感觉到他们被限制 不像在减肥的计划里面 这个是很好的而且很重要的 最好的减肥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减肥 这是最理想的对吧 那所以你选择高体积蓬松高水分的食物的话 其实这些蔬菜水果少糖分的水果 还有像汤牛骨汤鸡汤蔬菜汤淡花汤紫菜汤 这些高水分的食物是很好 让你有饱足感 而且他们有高纤维也会让你排便顺畅一点 如果避免有便秘的问题 再来呢很多人马上会去出门买这些 低热量高水分的纤维的蔬菜 但是不是所有的纤维蔬菜都是一样的 没错纤维蔬菜里面又有分等级 有高营养的蔬菜跟比较低营养的蔬菜 虽然蔬菜大部分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要挑那些真的是 占肚子的空间有原因有效的 那你要挑高品质的蔬菜 什么叫做低品质的蔬菜呢 低品质的蔬菜就是那些只有水分 没有很多的维他命 没有很多的矿物质 然后就是非水溶性纤维 就只是水跟纤维而已 并没有带来我们需要的这些维他命C 维他命A 纳甲跟美 像什么呢 芹菜 你听过这个芹菜汁很好 但是其实芹菜本身并没有含很高的维他命C 并没有含很高的矿物质 就是水跟纤维而已 还有像蜗具 那个很蓬松 而且都是水的 它也是比较少的营养素 还有像小黄瓜 它虽然有含维他命C 但是一条里面也只有微量的维他命C而已 还有呢大体积蓬松高水分的食物 不是指这些淀粉类的食物 像玉米 豌豆 红豆 大豆 绿豆 茄子 茄子其实是含很高 Lectin 凝极素的一个物质 它会去破坏我们肠道 肠壁的组织 而且有研究发现说 它会混淆我们身体里面的瘦素 因为它会跟瘦素的结合器去连结 让我们的身体没办法真正的去感受到 你是不是饱满了 所以要避免这些高宁极素的物质 还有淀粉类的物质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十字花科菜 像花椰菜 菜花 小白菜 高丽菜 下阳瓜也很好 还有如果你喜欢那个脆感的话 可以吃Hicama 它含很高的 Inulin 橘粉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 Prebiotics 就是益生源 它也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一个慢消化的纤维 所以是很好的增加我们的满足感 所以不是所有的蔬菜都一样的 它们的营养素也不一样 再来当你吃这些大体积 蓬松高水分的食物 你对于食物的这个奖励 报酬的信号会正常化 怎么说呢 你如果一直常常吃加工的食物 常每天跑便利超商 每天吃这些素食的便当 素食餐 头脑对于食物的奖励感 完全都会被搅乱了 不知不觉你对蔬菜不想吃 你会想吃麦当劳里面的汉堡 你对于这些绿色的蔬菜 健康食品完全没有兴趣 你就是想吃加工食品 便利超商的便当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食物的奖励 已经是被损坏了 当我们吃这些好吃的东西 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 在地球森林里面没有的这些食物 自然环境下没有的这些食物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开始开火花 尤其这些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人工食品 是非常可食性非常好吃的 那当你对这些食物开火花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呢 下一次你就会想吃 会想吃更多 会想吃味道口味更强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挑大体积蓬松高水分的食物 还有最后一点 它会下降我们身体的设定点 你听过我们身体体重有一个设定点 那是我们的头脑对于我们身体去制造调的一个舒服的点 我们头脑随时随地都想让我们身体有一个舒服的平稳点 它叫做homeostasis 当你吃不足的时候 你的头脑就会增加饥饿感 当你吃太多的时候 你头脑就会降低饥饿感 告诉我们的身体说 有很多脂肪在身体可以去燃烧 你不用吃那么多 正常的情况下是这样子 但是长期你吃了错的食物 加工的食物 这个机能 头脑跟身体沟通的这个机能就坏掉了 损坏了 它对于这个食物的讯号 它里面含的能量的密度 它没有办法去预测 因为这个是地球上世界上没有的那一盒包装的饼干 那一盒加工的甜点 所以你不知不觉身体的这个设定点上升 你要吃更多更好吃的食物 因为你的脑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 这个homeostasis就被打扰了 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吃很少受不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homeostasis没有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所以你吃这些大体积蓬松高水分的食物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homeostasis 就是可以把我们身体的平衡点 设定点平衡下来 拉下来 回到一个自然身体会觉得很快乐 很平静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就是很快的跟各位讲 守住这个规则 你不胖反瘦 而且你不用去计算卡洛里 它能够帮助你控制食欲 降低体重的设定点 增加自然的满足感 满腹感 让你减肥很容易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喜欢分享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